小七 别看 很吓人吗 等一下 等什么 展大哥 你是在等我吗 我刚刚有事耽误了 所以才迟到的 我知道 走吧 去现场 展大人 你若是害怕 就在外面等我吧 那怎么行 要是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我怎么闯江湖 怎么当捕快啊 再说了 我有这个玉壶嘛 好 那你跟在我后边 门口有血迹 小七 别看 门口有血迹 小七 别看 你 别看 转过去 我会把我看到的 都告诉你 好 千万别转过来 嗯 桌子上还有未吃完的韭菜 有一副碗筷和一个九重 看样子张瑶佐应该是在吃饭的时候 遇到了凶手 床帘 桌椅 尸体周围都已经被熏黑了 展大哥 尸首的情况怎么样 是不是像大家说的只有尸首起火了 看起来是这样的 尸体已经被烧焦了 可周围的物件还是安然无恙 怎么会有黄色的物体 会不会是呕吐啊 凶手是个老手 看到尸体不会呕吐 况且 这也不像呕吐 不对 双脚并未有被烧焦的痕迹 不可能啊 小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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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样 陈大哥 我们该不听你的话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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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